那么接下来咱们就继续讲啊 咱们刚刚呢给大家咱们讲解了一下 咱们装饰器带有参数的这种 那么接下来咱们干净事情啊 首先我把服务器先开始 首先呢我把服务器开起来 那么接下来咱们要继续做 关于带有参数装饰器 咱们刚说完了之后 咱能干一件什么事情呢 什么我给大家提个问题 大家思考思考 你就自然而然就知道 带有参数装饰器能干什么了 这边讲啊 带有参数装饰器 你只要真正理解了 你的能力就相当厉害了 比一些这个初期代表工作 一年两年的Python的普通的开发者要强 因为在真正的开发过程当中 就是用就行的啊 会用就行 他不会关心这个东西怎么 能还能干什么 他不知道 好了看着 我接下来有个需求 是什么需求呢 我这个地方呢有个代码 咱们先不看这个代码 我给大家理数这个过程了啊 我给大家理数这个过程了 我现在有个需求是这样的 咱们呢先回到咱们之前 那个版本 这是今天我被课的时候建了一段 所以说呢我接下来我再新建一个 makedr python 下滑线 -20 新建这个文件夹 咱们在之前写的那个版本 应该是在第18文件夹里边 没错吧 咱们先进去看一下里边有什么了 在18这个文件夹里边的 咱们最后一个版本 请问同学 咱们今天写的话 是不是今天拿到最后一个版本写 你闲的没水干的 你拿到第一个版本写 是不是接下来 是不是应该拿到最后一个版本 这个版本在之前一定是稳定的 那这就是迭代 我在这个版本的基础上 冲击东西 把这个文件夹 考到我刚新建的这个20文件夹里边去 OK 请下屏幕 cd的python20里边去 好了 copy上一层路径的python18里边 有一个东西叫做 多按几次提报就出来了 10 提报键 当前路径 -r过来 好了 来了 你不能上了一句叫10呀 mv mv 10 给你改个名字 那么接下来 我带咱们大家干什么呢 这个实现 迷你下滑线 frame中的路 路由功能 好了 这是第一个版本 那么我接下来干一件什么事情 你先别管路由是什么意思 接下来咱们想 我cd的零瑞去 我拿过来这个代码 我怎么知道好不好用 我怎么知道行不行 同学们你应该首先干什么 试一下 对 先别忙了改 先试 这么多东西 我哪天呀 我运行谁 别扯了 凭啥运行它呀 你咋知道的 上来还run呢 你还不说跑呢 先看readme 懂我意思吧 先看readme 如果你做的比较好 这个地方一定会告诉你怎么用 如果你readme写的不错了 一定告诉你怎么用 那么差不多 如果你手动运行的话就这么用吧 对吧 或者说是直接点斜杠运行 OK 那就知道了 原来知道了 这个开发者已经写好了 点斜杠 点斜杠 走起 端口是7890 咱们刚刚看过 对吧 打开浏览器 好了 打开这个 127.0.01 7890 OK 访问一下 这是不咱们之前先的办法 我接下来要干点什么事情 同学们 我给大家泡个问题 你自然而然就知道 我接下来要干什么了 好了 VRM Dynamic里边有个miniweb框架 请问 还记得吧 这个miniweb框架呢 就在里边放的 来打开它 我这个问题是这样的 知道吧 我这个地方 是整个这个框架的 其实部分 它这里边 通过WSGI 就VC协议 把web服务器 接收到的请求 以字典的方式 传递到咱们这个函数里边来 没错吧 咱们这个函数是 首先被调用的 这个函数里边怎么用 决定了将来 我返回的字符串是什么 返回的字符串是什么 决定了浏览器 显示什么 没错吧 记这个函数是关键 那么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要写它 请给我个解释 还记得吧 为什么要写它 还记得原来的流程吧 你别忘了 来 web服务器 web服务器通过检查你请求的URL里边的东西之后 URL是什么 我说一点 URL就是网址 听这么意思了吧 全称的就充成为统一资源定位服务 谁都不会说这个中文名称的 这么烂 URL简单的理解 就是唯一一个来标记我接下来到哪一个网站 到哪一个路径下 到哪一个地方去请求什么的一个路径 叫全球 不是 叫资源 统一资源定位服务 就是资源在哪 服务器在哪 服务器的哪个盘 哪个路径 哪个文件价 下的什么东西 决定了 我可以简单理解 3W的百度在com下的 A下的B下的C下的D下的 有个readme readme.html 那么请问 这个是不是决定了是哪一个网站 后边的东西 真的咱们可以理解为这个网站上 它一定是有一个默认存放代码的地方 那那个根目路径下 A文件加下的 B文件加下的 C下的 D下的 readme.html 是这个道理吧 咱们可以理解为这个东西就是URL 好了 根据URL 将来web服务器进行判断 如果你请求的 咱们原来过的那个 如果你请求的是一点PY结尾的 或者不是点PY结尾的 根据它来分 不是点PY结尾的 来 下去直接打开这个文件 打开这个文件 读取出来 然后自己合并一个 Response Header 响应投 加上我读取出来的Body 给浏览器 浏览器就可以看见了 就这么简单 如果服务器在进行判断的时候 请求的是一个动态 一个点PY 那么我 要干净事情 要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 它想怎么做 它爱怎么做怎么做 这个程序 给它什么东西 它是不是就反映给浏览器 什么东西了吧 这个地方呢 它的作用就是组装 Header和Body 当然还加一些 这个什么 其他的一些自己的 这个Header筹以外 好 那么 那么看这 这个程序 是不是咱们就一直在讲了 这叫什么 是不是这就叫外部框架 对不对 外部框架 外部框架 咱们到底怎么理解呢 咱们现在正在做框架 当一个框架做好之后 最后的效果就是 很多功能都不如你做 你唯独做的就是那个函数 什么都不如你做 都实现了 就你只写那个函数就完了 人家访问什么 你做什么 人家访问什么 你掉哪个函数 完了就多多人的东西 这就是框架 在人家开发基础制度上 写东西 对吗 这是不是咱们之前 说的这个流程了 那么咱们刚刚给大家 说的这个东西 是不是咱们现在 就看这个 是不是这个 基本就不变了 咱们就看这个 这个怎么返回 决定了将来浏览器 来看的一面是什么 那么 这个函数 就是咱们刚刚所说的 这个外部框架里面 是不是首先被掉 那个函数了 为了让这个外部框架 知道浏览器的版本 浏览器请求的是什么 等等一些信息 是不是在掉这个函数的时候 是传递过一个字典来 咱整个变量 是不是存起来了 这里边有个字典 那么这个字典里边 有个pass info 这里边就是一个路径 全部通过 咱们之所以写这个 AF判断 到底为什么 我浏览器里边 请求的是一个 index.py 那么将来 我应该是给它返回 一个什么字母串啊 我接下来 先判断判断 如果是这个 我就掉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 组装成一个字母串 返回到这个地方来 这个地方再返回 给外部服务器 外部服务器 返回给浏览器 请问是不是就看见了吗 说得直白一点 你这个地方的 这个AF判断 核心点就在于 区分 URL的请求资源是谁 请求的资源不一样 我返回的东西不一样 又因为 程序有个特点 叫封装性 所以说呢 我把具有独立 工作代码 肯定是不是 能找一个地方 封装起来 是不是肯定 找一个地方 封装起来 所以说在这个版本里边 我就找了一个 函数把它封起来了 这是不是咱们 写AF判断 这么个目的 根据URL不一样 返回的东西不一样 这就是AF判断 那么我现在就出现了个问题 大家试想一个 试想试想 我真正的一个网站 除了主义 除了个人中心 还有登录 注册 以及查询 以及还有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你说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言外之意就是将来可能会出现一种现象 叫做什么呢 我上面来一个函数 这就是下个AF判断 我上面来一个函数 我这个地方就是写个AF判断 对吧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 来同伴 我写了这二十个 那衣服是什么 你没觉得这个地方就是写二十个AF判断 你没觉得这么恶心吗 首先咱们从行与不行的角度讲 同伴行不行 那肯定能行啊 我回家我走的 我走回家我都行 我从来走的山东多才六百来公里嘛 对吧 那又不是走不回去 走回去了 你这不是闲得没事干 你走回去吗 你得穿破几双鞋呀 就算你穿着铁的铁裤就磨成 磨坏了 同伴们 来看这 我如果要这么写 将来意味着这个地方的写 一个AF判断 那肯定不是一种通用的解法 那么什么叫做通用的解法呢 同伴们 设想一个问题 咱们原来在去调用字典的时候 大提的思路 你要听了啊 调用字典的时候 我先定个字典 里边有 name 有什么age 有什么score 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调用这个字典的时候呢 给他写个中国号 你写不一样的key 他将来返回 只是不一样了吧 请问 我完全可以来判断 你的东西是谁 你的东西是谁 我去取谁 我去取谁 如果要是用字典的话 最终的结论就是 你给他只要是这个key存在 是不是他就返回一个子了吧 那么我能不能利用这个思想 做一件事情 对吗 最核心的一点就在于 我不想写这头 恶心的意思判断 我想写什么呢 根据你请求不一样 让他自动去调债的 根据你的请求是这个 让他自动去调债的 请问这个事实不及解了吧 这是核心的目的 那么是你 你会怎么做 我刚刚给大家提了点字典 如果咱们有一个字典 他们设想设想 有一块有一个字典 让这个字符串当做key 让这个字符串当做key 这就两个key了吧 还缺个东西叫做value 你说是不是 缺个value 如果value是一个 函数的引用的话 我给你一个key 你返回来就是一个函数的引用 我就可以掉那个函数了 我给你一个key 你给我一个函数的引用 我是不是可以掉那个函数 是不是把握了这个原则了吧 我只要保证有一个这样的点 那么对中这个事有可能就解了 对吧 不要乱 我再重复一下我的目的 如果函数越多 我现在版本这个地方的if也就越多 麻烦恶心 我怎么做的呢 不用再去随着函数的增多 而去写一坨恶心的if宽大 怎么实现 我有一个字典 字典里边 让请求的URL的这个资源文件 当做key 方法名 就是函数的引用 当做value值 那么最终 我给你一个这个东西当的key 你不就返回一个value吗 你又因为你的value是一个函数的引用 那当然我可以扩起来直接去掉它了 来 这就是思想 怎么做呢 来 看这 一般情况下 全球变量的 你写上什么季下滑线开头 像我的经验一般就是季下滑线开头 这是可以的 反正简而言之 你不能写像这种普通的 什么number等100 不能这么想 一般在局部变量里边 就函数里边局部变量 咱们一般可以这么想 但是你想让它称之为全球变量的话 请问同学们 切记不要这么多 听清楚了吧 你要么在前面加个g下滑线 就是global的g 你要么能用大写的也行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就来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用大写的表示全球变量 增强可动性 比方说呢 我在这个地方 一个叫的url url function dict 很长 请问是不是已经变成了url function url函数的一个字点 对不对 等于什么呢 打过号 这里边写上一个值 冒号 写上一个东西 写上一个值 冒号 写上一个东西 完了 我第一个写什么呢 双引号 写个index.py 我第二个写上 什么呢 写上center.py 请问同学们 后面缺什么呢 咱们先不管说什么 我写上xx1 我在这个地方了 注意了 我写上xx2 假如说我把这个地方定一个字点 是否意义的 你接下来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直接用这个字点 那么当我这个时候再来的时候 感到123我把它停了 不要了 在他下的差异上 小小的 123 我接下来干什么事情呢 看着我在这个地方 为了好看 我加了这么多空 你不是有那个字点吗 你不是叫做URL CtrlN 它自动补权了 它吗 你不是说你有feil name吗 请问 feil name是个什么东西 feil name 咱们这个地方加过注视 feil name 是不是就是那个字不帅吧 我把这个feil name 然后放到这里边来 请问他们意味着什么 取他对的Y6值 对不对 那么又因为 我只是在这个字点里边写着xx1 那么请问 是否意味着 实时这个东西的返回值 就相当于xx1这个字不帅 那么如果我把xx1这个字不帅 给它改成index 我把它这个字不帅 给它改成center 那么请问 这意味着什么 这是不是函数名 这是不是函数名 那意味着什么 这是不是就是函数的引用 对不对 那么这个时候 请问他们 这返回值是什么呢 函数的引用吧 你要用的时候 传过来的feil name里边 如果是这个东西 它的返回值是谁 index函数的引用 如果你的返回值是这个 这个怎么说 那么请问 这个的返回值 这个取得的value值 是不是就是center函数的引用吧 没错吧 那么这种情况 大家设想一个场景 在你脑海里 你弥补一下这个过程 我要是有n个这样的函数 那么无非我最终就解决了 我这个地方写n个keyvalue 你就是是吧 我写上n个keyvalue 我将来在这个地方掉的时候 请问他们是不是一句话就解了吧 我这个并没有掉 是不是咱们说了 是不是仅仅是函数的引用 掉 怎么着 来 先别麻烦 比方说先写了这样 function 方程 来 我写上它 请问 这个是不是一个变量 指向了某个函数 指向了某个函数 请问我加上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 掉于这个函数 又因为这个函数有返回值 我请问加上一个乳势 请问这个数是不是就解 你说是个道理的吧 不就是这个道理吗 你看 这种情况下 不就会随着我函数的增多 那个字简是在变大 但是这个地方根本就不变 你发现的是要比这个if else 是不是好看很多吧 这不就是一种升级方案吗 对不对 好了 第二阶段 run 但是废了 不对呀 理的还是很通 很通的吧 为什么不忘了 第一次还挂 他说 他说name error 找不到这个变量 index is not defined 就是找不到这个变量 为啥呢 第四行 找不到这个变量 这个变量 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 那没定义 找不到 对呀 你定义了就找到了 为什么没定义呢 怎么可能没定义呢 我这不有吗 那第九号不是有吗 你要明白核心 python是解释形语 它需要向下执行 它才知道某个东西 叫什么 我从这执行到这 执行到这 执行到这的时候 我上了就index 但是你在下面才定义吧 对吧 人家问你 你媳妇叫什么 我媳妇叫张 张红 你将来你媳妇叫张红 你咋知道的 那玩意是叫李红 你李红什么感受啊 对吧 所以说这个 这种动不动 你放在这不对 应该保证一个原则 先让python解释 其经过这个 再经过这个 他不就知道 有个变量名叫index 有个变量名 是不是叫center了吧 那么接下来 我再去取center 以代识 那这事不就顺理成章了吗 infin 选中它 那往下放不就完了吗 这是多简单呀 请问你一定收空 application掉吧 我放了application前面 这种可以吧 来 网团 都 反正已经运行了 谁知道行不行呢 看再说 难道不是吗 来 我把这个程序 给你做费了 你再回去刷 是不是费了 是不是验证咱们刚刚 那个程序 是不是就是刚刚这个界面了吧 所以说同学们 这个地方 我就给大家演示了 这么一个过程 请问 和解点 是不是就在这个地方 咱们利用了一个字典的特性吧 利用了一个字典的特性 请问 同学们 我给大家出问题了 这么做和刚刚那个版本 有什么优缺点 就这么做的一个好处是什么 简单在哪 我觉得那个if else 不也挺简单的 这个不更复杂吗 简单在哪 if else的那种方式 不管它的简单与否 反正那么写 一定 这不是一个成熟的开发者 写出来的 如果一个if else 只要超过了四五个 你基本上可以 就超过五六个 七八个 基本上绝对用这个方案来解决 我告诉你 这是绝对的 肺源里边有个东西 叫做函数指针 这个地方 python里边 它没有指针这个概念 但是全部都说引用 其实就是 你把python里边的引用理解 就是肺源里边的指针了 就这么个道理 同学们 在这个地方 其实就是用了肺源 函数指针的思想 那么在这个地方 简单言这句话 我通过字典 我只要把你的相关的东西 从前来请问最终 我在去调的时候 是不是相当于这个地方 很简洁了吧 不见得对码一定比那个少 那个不得写ifl 但是我这个地方 不怕得写字典 对不对 不见得对码会少几行 但是呢 这个过程调用方案 会更加的优化 更加的好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 它有没有缺别 什么缺点 找不到这个kiddy的时候 肯定崩 这是百分之百的 这是一个问题 咱们一会解决这个 咱们再说第二个吧 还有什么 东哥 你已经定义了个字典 我就相当于 我给大家开了个头 引导的你去往某个方向走 那么请问 我每一次 我都得写一个恶心的东西 你不觉得麻烦吗 能不能给我想个办法 自动让这个字典就有了 这是不是就更高端了吗 不是吗 第一个方向 装饰器 并且是带参数的 想一想 最后我的目的 我只需要定义一个空字典 让装饰器自动往这个字典里边 加完 那么我记下来 这个不要了 这就是我的目的 想一想 这是我给大家留的问题 我记得了 那我记得了 现在我们有这个 我记得了 第一个 我记得了 那我们先再说 那我去点击 那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 那我记得了 我记得了